东汉末年,群雄歌剧混战,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,成为诸侯中最强大的势力。 年轻的司马一本是个胆小谨慎的书生,因为有英式狼固之相。 回头看了曹操一眼,他被曹操强行征辟为官,一脚踏入曹家暗流汹涌的夺敌之争。 他运用谋略帮助,曹丕一次次通过曹操的考验,将曹丕送上世子位。 他辅佐曹批成为开国民主,开创新政,扶持氏族,意志宗室,为卫国的稳定富强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他与诸葛亮在六出奇山的较量与博弈中相知相惜。 武藏元秋风一曲梁府吟,他彻底战胜了毕生最为强大的对手,却对住缥缈的棋局,失声痛哭。 在他的垂暮之年,卫国主又沉庸,他忍辱负重,最终平定了卫国内乱。 他的一生,有宝国,安民的丰功伪计,也有残酷卓绝的明争暗算。 他功过两棋尾,至谋贯天下,奠定了结束乱世的基础。 军事联盟的演员演技都是在线的。 没有当下,只有也没有演技的鲜肉鲜花,都是在演技道路上,有成就的演员。 吴秀波,刘涛,于何伟不用说,早已经成为戏骨的演员。 李晨,迪天林,张俊宁也是属于在演技上不断被肯定的终生代演员。 客串都是一众的戏骨,演技都是非常有保障。 习军事联盟在拍摄的细节上扣得非常的细。 在历史前提下,不娇柔作作,不刻意为演员的那种所谓的美帅在摆脱了历史,成为观众的诟病。 在对话上,让观众看到,直接带入了那个时代的历史。 让每一分钟观众和剧中的人物,有了更深层次的对话。 在编剧上,编剧把故事循序渐进。 从前两集的观看上,没有逻辑的漏洞。 已经开始为曹操的称王,做了大的铺垫。 引发了很多的伏笔和悬念。 让军事联盟的看点颇多。 从军事联盟已播的前几集看,有着古装剧的皮。 但在节奏,蓄势,剪辑等方面,还是采取了叠战悬疑等类型剧的策略。 剧情推进毫不拖泥带水。 人物关系展现简单直接。 有网友开玩笑说,大人物华佗在演出几场戏完成他交代历史传说背景的任务后, 就迅速地挂掉了。 导演够狠。 吴秀波饰演的司马懿,在前面的故事里,因为还没有拥有权力, 处在被权力人物支配的地址。 所以,吴秀波的表现空间,暂时还没展开。 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,一个心思千变万化的司马懿, 已经被吴秀波鲜明地创造了出来。 曹操曾评价,司马懿在城府身。 野心大的同时,也觉得他有猥琐的一面。 吴秀波把这点猥琐的元素把控得不错, 并不给人到胃口的观感。 反而有点小可爱在里面。 有个细节是,曹操鹤令吴秀波抬头说话。 吴秀波的眼神,由阴逸冷酷,秒变惨媚猥琐。 把司马懿对权威的厌恶与讨好的复杂心绪, 微妙地传递了出来,于和尾饰演的曹操。 在前面的故事里,大放光彩。 甚至有人评价称,于和尾成功饰演过刘备。 没想到,演过刘备的人居然还能把曹操演得如此出神入化。 曹操这个角色,是出了名的男演。 于和尾版的曹操,是符合民间对于曹操的想象的。 霸气,狡诈,缜密,凌厉。 在整个官场,一双翻云赋予手耍得甚是从容。 军事联盟中有一场戏,把曹操携天子而令诸侯刻画得淋漓尽致。 于和尾在那场戏中,表演连贯。 情绪投入,一气呵成,可以算得上教科书般的演出。 杨修的饰演者迪天灵,亦是军事联盟表演出色的演员。 作为司马懿前妻的对手,杨修对司马懿是有极度心和面世心。 与司马懿公于心计不同。 杨修的性格,更为外露。 言行目的性更强。 但既然能成为司马懿的对手。 杨修自然也有其过人之处。 他敏于观察。 思考与行动力俱强。 破坏力也非凡。 狄天灵深谙这个角色,并没有简单把杨修塑造成一个小人。 杨修的悲剧,在于格局狭隘。 狄天灵把一个有人格缺陷的杨修,塑造成了真正能与司马懿一博的高手。 军事联盟之所以观感好。 口碑强。 也和其他演员的整体表现有关。 李晨饰演的曹丕。 王晋松饰演的寻遇。 曹磊饰演的郭佳。 在剧中都找到了角色感和表演力度。 主角给力。 配角也不掉链子。 成就了这部戏。